哈喽大家好 回到KS看股 今天是6月24号2023年啊 今天是星期六了 我们要看大级 最重要要看什么 就是 这个 哈哈哈哈 Bitcoin 啊 跟这个以太坊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是红红生了 然后开始炒起来了 其他的马股 没有东西看了 背股开始跌了 马股现在最重要 要撑住那个1373罢了 不要给他再跌多一层 再跌多一层 要去这个六周子 要去这个周旋 就很难看了啊 人家又可以 其他的那个党 又可以炸这个 啊 px了啊 所以也许他要撑住 真的要撑 要手不能攻了 美国在跌 英国在跌 啊 德国在跌 亚洲在跌 你怎么样去攻啊 所以没有范来攻啊 啊 so 没有资金去攻的啊 可能啊 因为外资是不会进来 为什么比特币突然间这样强 可能很多人在这个AI 赚了钱在美国 股市赚钱 拿拿出来啊 丢进这个比特币 这样比特币就变了一个很 很很很 很完整的啊 很可靠的 access了啦 现在最大的新闻就是那个 啊 backlog啊 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啊 资金啊 应该是最大的资金了 如果没有记错啊 他是跟美国政府是很有影响力的啊 所以他要launch一个etf啦 就是这个 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 交易基金啦 所交易基金spotetf 不同买bitcoin啦 bitcoin他要做一个bitcoinspotetf啦 就是你不用去买那个bitcoin的 你只是交易他的这个 只是拿来交易罢了 啊 交易他这个啊 怎么样啊 他的走势啊 啊 他的 他的上下啊 你不不必去真正的去买那个bitcoin回来哦 啊 我们啊 我们去买bitcoin luno去买啊 你要你要开bitcoin户口下面有了啊 description 啊 那个下面那个形容那边 description那边 有那个 啊 你拿我的link啊 你用我的link 买bitcoin ok 你有金钱 你买bitcoin 你可以拿到25零级的这个 啊 啊 什么啊 啊 bonus啊 他给bonus你25 25 这个bitcoin啊 他会给你啊 所以你用我的下面的链接啊 如果你要买 ok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图 你的图可以看什么 机会危险 情绪跟 历史啊 所以我们进去看看图啊 看下那个bitcoin 怎么样了啊 所以那个zoom club zoom club 本来我要连月尾座的啊 因为月尾比较得空 月尾座 而月尾 下个星期是Hari Raya 所以我们一起 下个月头 ok 多几天我会给你知道 第一个星期 还是第二个星期 我会给你知道 因为第一个星期 所以有点Holiday ok 所以我们一起下个星期 啊啊 啊 Hari Raya 之后的 第一个星期 或者第二个星期 ok 啊 现在 大家都是啊 要看比特币啦 马股没有的东西看 美国开始跌了 啊 啊 马股不用讲啊 马股大家在睡觉啦 你看Facebook都知道了 ok 所以我们看看免旧生命人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我们看看这个新闻就是这个啦 诶 哪里去 啊 Reuters BlackRock啊 贝莱德申请比特币ETF进军加密领域 好 所以他就是这个啦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ock 按周四申请成立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该基金将允许投资者投资加密货币 因为该资产类别受到严格的监管审查 所以这个呢 如果是啊这个现在呢他们炒就是炒这个新闻啊 成功不成功不知道啊如果他失败了可能会大跌 然后如果他成功的话 这个还没有还没有得到这个美国SEC的这个啊什么什么啦 允许了还没有得到他的这个啊批准啊 因为BlackRock呢他的影响力是很大了哦 所以他申请了有可能拿到很多个申请拿不到 OK Coinbase好像都有申请拿不到 OK 所以现在BlackRock申请有可能他可以拿到哦 他拿到就够力了 证明这个这个啊 Bitterbit这些这个资金啊 Bitterbit啊这个啊啊 都叫资金啊这个资金啊啊这个资金啊啊这个资金啊啊 这个资金啊啊啊 OK算是算是万可靠了啦啊 因为如果他不可靠呢BlackRock是不会随便给他的顾客啊 去投资这个啊啊啊啊啊啊这个啊啊啊Bitcoin的啦啊啊 所以这个是很大新闻啊 还有两个小一点的也是有啦啊 看谁拿到了啊啊 最重要的是BlackRock啦啊 如果三个都拿到更好 就是本来这些新闻出来啊 以前啊啊 真正的炒Bitcoin的时候啦 这些新闻出来啊 Bitcoin是大起的 大起的哦 现在他不能大起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正在正在这个SEC啦 正在啊啊 高啊 高这个Coinbase跟这个Binane Binane比较严重 Binane讲他有fraud fraud啊 欺诈罪 Coinbase就 Coinbase只是讲他没有license罢了 没有批准 Binane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Binane他好像高他好像ftx这样啊 用这些 顾客的资金来做其他东西啊 顾客投资的钱啊 所以不能 应该 一间公司呢 如果好像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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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F这样啊 他拿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进去投资什么 他有list出来的哦 他有讲出来的 他有做那个通告出来 OK 他有买什么资金拿 拿钱 所以他这样子 你们投资 钱进去 他不可以随便拿你的钱去自己用 哪里知道哦 他哪里面投资的钱去买巴拉利哦 so buyright应该是不可以啦 啊 所以他 他现在是用顾客的资金啊 不知道啦 这个ftx就是拿那个顾客资金乱来用 用到没有了 现在人家要去拿钱没有钱了 够力咯 啊 给他用完了那个钱啊 so 就是说这样子了 银行不同 银行呢 这个 国行 要求他们一定有这样大的资金 才可以开银行的哦 你一定有这样大的这个 啊 啊 资产了啊 so so 也会倒啦 银行都会倒啦 所以你看这些 如果这些 啊 资金 这些啊 啊 Coinbase 啊 这些Binance 如果真的拿这些顾客资金全部出去 啊 出去用 然后突然间顾客要全部去拿钱啊 啊 变了下一个FTX 没有钱给 没有钱出了 啊 就倒闭了 ok 啊 ok 别紧 故事讲了 我们看图 啊 不要忘记点击点赞分享留言啊 ok 我们要去到差不多到13000了啦 再给我点击一下啊 查一点点 ok 记得跟我炸炸那个like 记得跟我按那个铃铛哦 你要收到我的视频 按铃铛哦 ok 记得炸那个like 分享一下 留言啊 啊 要开户口 CJSB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新加坡香港 如果你要玩Bitcoin的呢 Luno下面有一个链接 啊 你用我的链接来开户口呢 你买Bitcoin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二十五零级的bonus CJSB 可以玩马股新加坡美股香港啦 很方便很方便 然后开户口 就是按下面的链接填下一点 填下一点资料我的朋友 CJSB的remiser会call你 开户口 上网开户口 不用去哪里的 在家就可以开了 这个是合法的 记得这个是合法的 OK Luno也是合法的 是我们的 我们的SCP准的 OK 看图 KLCI KLCI第一眼看到什么 KLCI 第一眼看到什么 哎呀 下跌珍珠啊 一个星期蜡烛 下跌珍珠啊 所以他一到这个前四 前四 1396啦 前四的这个 这个水平啊 给他一个珍珠 给他推下来了 所以惨这个 这个不好啦 下个星期看来 下跌的机会会比较大了 OK 后来我们看一天图 一天图 看得更清楚 一个珍珠 一个 confirmation confirmation confirm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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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看来下个星期 KLCI 要跌 比较 比较多几回是跌 我们看中盘 中盘呢 就是在 在在火车路 看到火车路啊 他在 他在 横盘 小盘小盘也是开始 做火车路了 也是开始 横盘了 他也不上 也不能下 小盘我们看 然后他 他开始做 横盘 中盘 然后中盘 他这个整个就是火车路了 你在一个 一个星期图里 就看到火车路了 所以他正在横盘 我换了一个四方格 他没有突破四方格 没有跌破四方格 他是横盘 OK 我们看建筑 我们看板块建筑 还在横盘 虽然有一点动力 他三个顶 三个底 现在他在走横盘 OK 消费 消费不用讲啦 年中你不要expect 消费能去哪里 消费 年头 年尾 这些 这些购物的 大疯狂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年尾跟年头 哈利拉雅 Christmas New Year 这些时间 是年中 你不要意料 反正去哪里 没有大人 很多人去旅游 能源 能源一直在跌 我们知道能源价钱 正在卡住在那边 金融金融有点不好 他突破了又一个下跌 如果下个星期 这个金融一直在跌 金融股完蛋 现在我们要看他 RSI能不能在50层 50层 OK 跌破50层 疑了 疑了 现在我们看到 你会不会跌到通道底 我跟你讲了 那天 那个所谓的新闻一出来 那个 TOPPRO新闻一出来 Market开始 不要玩先 放了先 可能他会跌到通道底 可能他会跌破通道底 我们等他更低点 再反弹再晚 看他在哪里反弹 通道底反弹 1670开始要跌破 跌破 等他跌到更低 为什么 Market一直出这些 负面的新闻 如实验是这样 大鱼吃小鱼 他出负面的新闻 他要你们卖 卖卖卖卖 你们卖他一直收 收收收收收收 收够了 然后他出好的新闻 哦 TOPPRO TOPPRO 看来明年年头可以 可以转亏为赢了 因为他最后一个季度 他的亏损跌了很多 那时候Market又起 Market又起 一直要炒到高高 你们就去收货 他已经收完了 有时Market是这样 这些叫做 大鱼是小鱼 你自己 我不要 我不是讲 我讲的东西一定是对很多时间 这样子的东西放 为什么Market 不要干掉我们的手套呢 手套做错什么东西 为什么一直出负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很负面 我不知道 负面也不用写到这样烂 对吗 为什么他们一直要出到这样烂的新闻 因为 有时候集团手不够 手不够 所以他一直出这些新闻 你们一直丢 他就一直牢 好 有时是这样的 有时 我讲一定会 工业 工业我们知道 跌破了这个是很难 很难反弹 啊 重置是 平平去过了 啊 房产 房产也许有机会反弹 他开始你看 有点拗上去了 他是有机会的 他可能有机会了 长期 哦 Reed Reed 他一直在跌 可计可计 被63 我跟你讲啊 这边是等鲍威尔 宣布啊 宣布FOMC 宣布这个奇系 so 如果他讲的不好听 我跟你讲啊 他就在63这边 给他推下来 哦 如果他讲的好听 他就突破继续上 所以现在他是被他推上来 是不好啊 啊 电讯 电讯跌破这个 这个啊 上升通道完蛋 继续下 不好 呃 呃 运输 运输有突破吧 他不强 在在横盘 不强 ok 啊 自行上升通道完蛋 哦 K 投并肩啊 ok 记得 我们看美国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等一下赚分享啊 不要忘记啊 点点那个 炸炸那个赖它 ok 我们看国际 啊 大家要知道 我们看美金 美金好像转强咯 突然间他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可能他有一个短期的转 啊 如果他突破这个下跌通道的话 他就更强了 这个下跌通道 放这边 如果他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他会更强 更加强 104 可能真的要穷就上去了 现在短期有一点 比较强 澳洲跌破了 跌回去三角形里面 假突破 双顶 看来他是 他是要继续跌了 双顶 看来他是比较弱 他是要继续跌 我们看 英国富士富士跌破通道 跌破三角形也是惨 看来也是要继续跌 阿列塞在五色下面 红色动力也没有 德国DXDX上面双顶 如果他跌破15710 他应该要继续跌下来 他的 这个上升的这个三角形 也开始跌破了 我觉得他也是要跌上去 半导几指数 半导几指数有一个 阿列塞背离有双顶 价钱做更高 他没有做更高 在短期里面 他会他会有一个回调 会不会 会不会 他会跌至熊市 我们还不能确定 除非他跌破了这个通道 他就很可能会改进熊市 他没有跌破的话 他可能就会在这个通道下面再反弹 继续他的上升趋势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留言 Next step Next step也是很强 OK 我们双顶目标是到了的 他现在还更上一层 but他开始 阿列塞也不能再上了 OK 一开始 阿列塞三个顶一样高 but他继续前 这个 这个图就更高 他也算是背离 我觉得他会调上来 but他是在一个很强的上升趋势 他调了很可能 他会在这个13710再继续上 如果他跌破13710 13719 他就跌破了这个上升趋势 可能他会有一个短期的下跌趋势 现在是算是回调罢了 因为他还在这个上升通道里面 你看S&P S&P也是在上升通道 他会回调 我觉得他会test这个 上次这个低点是188 这边有可能会在这边再反弹再上 你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衰退可能会 以去明年 现在美股是蛮强 美国的经济是蛮强 所以他没有将快会跌进经济衰退 也许他这个上升啊 这一波 这个上升这一波 可能会会到年尾都有可能的 刀均刀均刀均在34270 这边卡住了 他图坚 如果突破再回来重置 他就做成了 他就继续上 现在他还没有tap 他正在test 正在这边卡住 我们看多几天 大家要看比特币啦 比特币 ok 记得我讲比特币什么 啊 比特币我最重要的需求啊 要需求这个啊 等下我喝点水先啦 ok 四样东西 记得我讲要四样东西 发生我才可以讲他是上升趋势啊 所以他四个都发生了啊 已经赶去上升趋势了 最后那个是什么 我的89 我的89均线突破200均线 对我来讲是长期上升啦 ok 所以他的长期上升已经开始了 所以那天他冲到上升 这边有个三角形 有一个有个钻石 我讲钻石你放了先 然后他可能会跌下来 等 等等等等等等 来到通到底了 就是到这个通到底 现在反弹突破 这个有机会冲上去三十三十四千九 就是三十五千左右 你量这个 然后量这个 啊啊啊啊 模式也是的目标 也是差不多在三十三三四千 现在他在三十四千这边 就创造主力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我们讲 如果那个那个啊 其实做不成 很有可能他会在这个 他的上一个顶这边 跌破 跌回下来做个双顶啊 这样证明他不成功啊 然后跌破这些支撑线 就是这个上升通道的线 或者这个颈线 他跌破 证明这个 模式不成功 成功的话呢 他会突破 可能他会回调一点 然后他会突破 突破了 他就要去目标了 哦 现在他是蛮强 你看哦 他阿勒塞超迈 可能他有一个回调 哦 有一个回调 不代表他完蛋 他有个回调 看他回调到哪里去 啊 不要太远 然后呢 红色动力你看 他是差不多到七十五 他是蛮强的 真的 他是蛮强的 以太坊 OK 以太坊也是突破了 所以以太坊也是有机会吧 现在卡住了 在1896 可能有个小回调 OK 看机会继续上 是蛮大的 蛮大 除非那个BlackRock出问题 BlackRock申请一跌 拿不到 可能他会跌 你要小心看 OK Linecoin Linecoin 三角星还没突破 暂时还有机会 OK 然后这个SRP SRP也是在这个横盘 还没突破 也是要等 OK 我们看 啊 这个 商品 铝跌破了啊 铝要小心啊 2gen啊 铝的价钱 我看要继续跌 所以你要小心 P&P Tech 啊 P Matter那些 你要小心看啊 可能下个星期 会影响到他 OK 啊 钢铁不用讲 钢铁一直在跌 啊 钢铁指数也是在跌 啊 啊 那个什么 那个 中国钢铁价钱也是在跌 所以钢铁不用看 真实 啊 啊 中油也是不用看 小盘坛也是要跌 Copper OK Copper 啊 这个你要小心啊 啊 这个铜啊 铜开始一个 啊 这个 看到吗 啊 一个确认蜡烛 一个真竹 一个确认蜡烛 是这个很可能会继续在跌 所以我觉得他 我都跟你讲啊 他很多主力 所以他来到这个 最高这个 现在这个铜到底 也是给他推下来 OK 看金啊 金要小心看 金啊 跌破了 我们上升通道 OK 所以金呢 有可能我可以买便宜的金 他很可能会跌到1880 1800 都有可能 我觉得 有可能 1800 都有可能 啊 有可能 OK 有可能啊 所以有机会买便宜的金啊 等他跌破了啊 OK 所以如果你买到高 可能你你你你你你你套利一点也OK的啊 OK 银也是银啊 OK 银 他是这边有背驴 然后他这边做一个 bear flag 哦 我量了 他红可能会跌到铜到底 铜到底21 21 我们要看他是不是反弹 21反弹 我们可以用21的价钱来买到 啊 便宜的驴 啊 便宜的银 银 如果他跌破 可能还可以跌到更底哦 所以如果21他有反弹 可能我会老一点啊 如果他就他 然后他突破一下 又跌回下来呢 可能我会再等他 再跌到低一点 我再加一点啊 都给他拉低那个价钱啊 OK 这个我要等啊 因为这个长期 我觉得长期可以啊 这个赢 赢跟金啊 长期啊 这个是长期啊 不是玩什么啊 要拿来收长期啊 收5年5年啊 不是拿来买一个星期 OK 苹果我们看个股 啊 苹果 不要忘记啊 点赞点赞分享啊 OK 啊 苹果已经到目标了 我们的 我们的头肩是到了的啊 所以你现在追是很危险啊 现在最好不要追了啊 反 目标到了 我觉得他 不久要逃了 你现在追进去呢 你是formal 是最 是那些 啊 追高的人追 追进去了 最好不要 AMD也是 AMD 你看开始跌了啊 所以你要小心 AMD开始一个大桥了 啊 等他跌下来通到底先 很有机会 他会跌到通到底啊 这个 啊 Blockholm也是啊 也是做一个 啊 也是做一个背离 哦 他他他 他已经到了目标 我觉得他也是要调下来的 Namazon Namazon也是一直在冲 现在是追高 不要追了啊 Alessia也不能再起高了 我觉得他要调 不是下点 其实他要回调罢了 我觉得他要回调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还在没有东西 还是没有东西 还是在这本横盘 哦 他头肩做不成 哦 那天我画错 那个头肩的 现在我画对 画回去 他在 他还没有跌破 这个头 还没有跌破 这个头肩的 景色 暂时还OK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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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开始调下来 我觉得他要调了的 我觉得他要调了 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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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星期 他又开始炒一千个人 好像是啊 so Grab 暂时转去 你不会意料他去哪里了 Intel Intel也开始 一个大 他跟Mod 要跌下来了 我觉得他也是做了一个底 也许一个小回调 也许一个回调后 他还能上的 Facebook Facebook 哇 这个真的 他要launch这个 Twitter了 他的自己的Twitter了 他自己好像Twitter这样的 so that's why 他炒到这样够力 然后他又要有AI 就谁了 so 这个不要追了 这个是超级追高了 ok 最好不要追了 你要追可以啦 不想不可以啦 如果 我不想他不会再起啦 可能他会起到年尾 我不知道啦 对我来讲 对我看图来讲是追高 Microsoft Microsoft还是双底 到了目标的啦 双底双底到了目标 现在还是继续抽 LSI也开始有点背离 我觉得他想不到要调啊 Micron Micron也开始头肩 然后他又开始调下来了 NVIDIA NVIDIA 然后有背离啊 价钱去更高 LSI也去更高 所以至少有一个小小小 有一个小的回调啊 如果他跌破了三去三 你要你很危险 你要知道他有一个 缺口 他很多时候 他还盖回这个缺口 就跌回这个280多 这边啦 特斯拉就很强 头肩 还没大目标吧 看来他还有机会上通道顶啊 ok Zoom Zoom啊 在横盘 Zoom勒 他慢慢的要做U型反弹 我觉得要等很久 啊 这些Visa 这些不要讲了啊 Visa这些勒 上个星期勒 银行股全部在跌 因为上个星期 Zoom Power 鲍威尔讲咯 现在他不知道这个 这个银行啊 还能不能撑啊 因为这个美国 其实还能不能撑 他不知道 上一次呢 他回答讲咯 他觉得美国的这个 银行咯 能够啦 还能够 还能够 怎么样 渡过这些难关了 现在他又讲 上个星期他又讲啊 他不肯定 现在Market就趴了 OK OK 今天讲这段 别忘记点赞 点赞 分享 留言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